一罐小小的果酱封存了台湾四季水果的风味 也开启了陈良青和吴婉林的事业 他们原本经营水果行卖线切水果 在市场转变的充值下决定转做手工果酱 从源头把关食材 他们跟许多在地小农合作 只选用A级果 熬煮出吃得到果肉的果酱 完成后还要进去三天 让果酱熟成 他们是如何从一个月卖不到一罐的采矿 做到最高可以卖出上万罐 还成功外销到日本 让更多人一起品尝 开玩这块土地的甜蜜滋味 就有一点像我们在熬汤的概念一样 我们就是慢慢熬到它的精华都出来 这才是我们要的果酱 熬出精华的手工果酱 封存了水果的天然风味 漂亮金黄色泽酸酸甜甜的百香凤梨 吃得到整颗桑胜跟蓝莓花香的蓝莓桑胜 两种水果完美混搭 碰撞出独特的滋味 为了要做出好果酱 陈良青跟许多小农合作 经常走访产地 亲自把握食材品质 一般我们在采收百香果 一定会等到它转胜 这样子它的香气是最浓郁的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在产品上面的源头 我们会特别比较标钻一点点 吃过 看过 我们才会进一步想要跟它 有没有下一步合作的一个方式 好运归山的这座农场所种植的百香果 采取不食化肥不撒农药的有机耕作 正好符合了陈良青追求天然健康的制作理念 毕竟现在食材的问题 我们又诉求健康 养生 然后我们尽量还是挑选在这一部分 如果真的没有 还是会选择在于所谓的无毒的部分 至少我们煮起来 或者是回去的时候 再清洗这些水果 比较不会有太多的一些问题 布满白点 紫红色的百香果 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品种满天心 口感比常见的深紫色台诺一号 比较甜 更适合拿来做果酱 传统的檀融药可能煮起来 它可能很酸 香肌肉 可是它少了一个甜味 所以我们找了这个满天心的品种的口味 是希望说它的甜度已经够高了 所以我们相对我们在糖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很少放 少放了很多 这样的话消费者吃起来 也比较健康 没有负担 那有时候果皮上面还是会残留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一些脏东西 每次去产力再玩水果回来 那最累的应该就洗水果吧 这一天要制作的是百香果凤梨的双味果酱 陈良青做果酱只选用A级品 好不容易洗完了百香果 还要除脸凤梨 这一边应该OK 五香果它来讲它的香酸度比较刚好 水分比较低 很适合我们拿来煮果酱的部分 对 如果你是肉香果的话 它就会变成说它熟度太高 它很快就会过熟了 选用台东17号金钻凤梨来熬煮果酱 香气浓郁 甜度高 产量也比较稳定 即使果皮粗又多刺 一样得从头到尾费力刷洗 因为它真的是刺很多 在男生的话 像我们皮肤粗 就比较不担心多 有这个问题 熬制手工果酱 光是处理果肉就得费一番功夫 你闻它一个木鱼爬上 对不对 就很天然的 对啊 独特的方向 一一挖出百香果果肉 再将凤梨削皮切丁 要让果酱能够吃得到果肉 是陈良青跟太太吴婉宁的坚持 我不能说我自己是果酱 我会把它说成是一个果粒酱 其实做果粒酱 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宗旨是 我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客户 可以去吃到水果原生的 风味和口感 那它的那个香气 就是会被锁住 当你嘴巴一咬下去的时候 它的那个原生的水果香气 会整个穿开来 夫妻俩切起水果 动作熟练俐落 其实是过去开水果行 卖现切水果累积的功力 只不过当时才开店没有多久 就受到了消费市场转变的 巨大冲击 生意岌岌可危 那个时候其实疏忽到了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做足市场调查 跟市场同课 同年的时候 其实全省便利商店 它正在盛行那个 现切水果轻蚀生活 所以我们刚好在那个时刻 我们整个完全被打击到 那那时候短短三个月烧了五十几万 赔了一大笔钱 只好赶紧踩刹车 结束掉水果行 沉淀了一个月 在邻居烘焙店老板的建议之下 他们决定转做果酱 其实我们会用两种水果做结合 成为一种口味的果酱 主要是热骨茶 双果做结合的果酱 它煮起来的风味跟口感 其实会不太一样 切水果卖水果补起来很在行 但是做手工果酱 两个人都是门外汉 没有师傅只能看书 上网找资料 一遍又一遍试作 也缴了不少学费 那个收钱前后后 大概三种口味出来 我们测试了半年 所以其实在这半年中间过程当中 我们丢掉很多水果 那我们只要煮坏掉 我就会拉着它跟 就是我们两个要对那个厨医回收桶 去用道歉 因为我们浪费那个食材 记得有一次我煮坏掉了一锅之后 晚上就只能吃泡面而已 没有 因为是处罚我 对 所以说不能吃饭 只能吃泡面 谢谢啊 买手锅子前不断地尝试 终于成功煮出了 让两人都满意的果酱 从创业到现在 即使产量再大 他们始终使用火力比较小的卡式炉 花更久的时间来熬煮 其实很多人都闷闷 为什么我们是用卡式瓦斯鲁煮果酱 因为卡式瓦斯鲁煮果酱的话 它的火候是我们需要的大小 它不会过大也不会过小 然后我们主要是因为 我们是用时间来熬煮 然后萃取它的精化 一定会比一般我们用瓦斯来煮 来得慢大概30分钟左右 熬煮果酱得全程紧盯 随时掌握变化 在煮果酱中间 它会有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就是捞浮泡 为什么要捞浮泡 这个浮泡其实会去 它是色味的来源 随着温度升高 气泡变多 果酱也越来越浓稠 接近起锅时刻 气泡逐渐消退 果酱它在起锅的时候 我们要看它的状态 我都会称之为刮锅底 你那种刮锅底 它如果说就是 看得到锅底 它就可以起锅了 这真的要经验判断 每一个季节 它的湿度和温度 其实都会去影响到 它的起锅时间点 起锅之后得趁热装瓶 倒灌静置 得再经过三天的熟尘 才能呈现温润的风味 还有最佳的口感 水果它的特性非常特别 就是我在熬制成这样加热 它其实是炊熟的概念 但是它其实在一开始 第一天你在品尝它的时候 它原有的水果的那种色味 很天然的色味它会存在 可是在三天 它跟糖 柠檬汁 水果 这三种原物料 它做成一个结合 它会产生一个物理变化 很特别 然后它那个色味就会不见 每一罐果酱都有着夫妻俩的用心和付出 但是手工熬煮的果酱 毕竟售价较高 创业初期 产品卖不出去 让他们一度想放弃 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 最苦的时候 我们一个月可能卖不到一罐 两罐 三罐 卖不到这个价 因为没人来跟你买 那时候我的银行账户里面剩六千块 然后我们下一个月租金跟贷款 那个店面租金 房租水电瓦斯这些 还有那个贷款缴不出来 那时候很急啊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蛮辛苦 是真的一直每天都被钱追着跑 所以有一天我就 我们俩争执完之后 我就很直白告诉他 我想要把这个店收起来 我想要做 资金周转不灵 幸好有来自亲友的借款 还有政府补助及时益助 解决了燃眉之急 加上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让他们继续撑下去 几年以来 靠着勤跑文创市集 逐渐累积出口碑 我们的商品其实跟文创 可以做一个部分的结合 因为它是一个有故事性的 一个在地的一个 食农教育的产品 所以我们会希望 我们的商品跟文创 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结合 一开始跑文创市集 其实在做口味品牌包装试掉 我们竹竹跑的文创市集 每一个礼拜不停歇 跑了留竹竹两年的时间 一直以来 陪着两人征战各地市集 还肩负载货功能的老爷摩托车 虽然已经发不动 仍然舍不得丢弃 当时真的还蛮辛苦的 这为了省钱 反正就是我身上能背多少 然后钱挡能载多少 我们怎么样是要塞到蛮危机 对 这台摩托车 大概修了十几次只有了吧 对啊 因为连摩托车订的老板也叫我 把它放弃吧 但是我还是依然舍不得 因为这不只载了我们的梦想而已 然后载了我们未来的希望 走过创业的风风雨雨 至今他们开发出的果酱口味 多达三十几种 最多十一个月可以卖出上万万 不仅帮企业还有小名代工 也有十三种口味的果酱外销到日本 我们有做一个国内餐展跟海外餐展 其实我们是在做品牌曝光 我主要是在找我的B2B的卖家 那我开拓了到这样一个B2B的卖家渠道之后 其实我的机会点就来了 像这支百香凤梨 我们就会把它作为沙拉佐酱使用 努力打破果酱只能涂抹吐丝的刻板印象 五碗铃铁积极推广手工果酱的多元吃法 这支是蓝莓桑胜 果酱还能怎么做 作为气泡饮品使用 其实气泡水的用意是在用它的气泡冲击果肉 那你透过那个气泡的一些冲击 会把它的果香释放跟甜度释放出来 满满果肉的手工果酱 每一罐都蕴含着夫妻俩支持台湾小农的心意 虽然创业的路并不好走 但他们勇于挑战 不仅让MIT果酱走向世界 创业人生因此更加丰富精彩 看到这里小斌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我是凯纯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